动着眼往老艺术家那个道上弩的人 什么人端着 一个人一碗饭就端好你那碗 这很正常 这说的便是郭德纲的左膀右臂 一个高峰一个鸾云瓶 今天我们来看高鸾的故事 炎炎夏日又到了选择 炎夏日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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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习一词 本为官名 是清朝末年所设置的学官之一 掌握了教学等事务 高峰便是郭德纲钦典的总教习 天津民国年间这里武馆众多 霍元甲出生在这里 武馆之间互相踢馆 说相声的祖师爷在街边使活 他们都不爱待在家里 喜欢搬个小马闸坐在街边 听着街上传来的阵阵说相声的声音 高峰就出生在随处茶楼戏院的天津 大抵是受到了环境氛围的影响 他对相声几乎有种固执的韧劲 地理图可以背上整整一天 许多已经濒临失传的段子灌口 只要到了高峰这里便信守拈来 范振玉经文声抢着要他 05年被两位先生联名推荐给郭德纲 彼时郭德纲和高峰才算是第一次相见 郭德纲等高峰一直到深夜 二人见面敲定了加入北京德云社的相关事宜 郭德纲与谦高峰因为师父都是舒白师兄弟 加上高峰的品性以及知识的积累 被郭德纲任命为总教习 送入德纲社的弟子都要先从高峰手里走一遭 报名的学徒有几千人 等到高老板培训一圈下来 最后送到郭德纲手里的可能不到20人 是星火相传的掌灯人 如今门下一有五名弟子归为浩子辈 也都随着自家的师父不争不抢 以至于说出他们的名字 粉丝大概一个也不认识 他们分别是郎浩晨 苗浩宇 宋浩然 王浩月 以及李浩阳 其中苗浩宇还是在校生 十分的年轻 五个徒弟也都选择了传统踏实的路子 站在舞台上 延然小高峰的即逝感 德纲社需要月云鹏 孟赫堂这种台风活泼的 但也需要老艺术家风格的震住场子 然而老艺术家风格不为人喜爱 足以可见 高峰 鸾云平二人的破釜沉舟 拥有高鸾二人对德纹社实则幸事 这样的攀攀大多数人都没见过 尤其是和高峰大当的时候更没有见过 德纹社每次大风香 上台亮相之际 岳云鹏 孙岳 道三 高峰 鸾云平 压轴 郭德纲 于谦最后出场 一般大型商演中 高峰 鸾云平也排道二 您可别小看了这道二的位置 其重要性和《枯四初》里面提到的原理类似 一般商演基本上在四个小时以上 节目的安排上有很大的讲究 道二一般安排的是文梗类的节目 让观众的情绪可以缓一缓 这也是为何很多人觉得 高峰二人的相当太枯燥 好比夏日的课堂里 蝉鸣配上老师的讲课声 困得眼皮直打颤 其实仔细琢磨会发现 包袱设计的十分巧妙 古老自然却落落大方 节奏不紧不慢 潘潘一开始是和三哥搭档 三哥出事后没法上台 就和高峰成了固定的搭档 团宗不难看出 潘潘的风格其实可以多变 但你要看他身边那个痘痕是谁 老早高峰就说过 希望和鞭云平可以一直的合作下去 鞭云平也早说过 是高峰一辈子的听众 纵观德云社大局 就像领兵作战 岳云鹏 烧饼张鹤伦等人 像大将军 适合冲锋陷阵 反观高峰鞭云平 更像是行军司马粮草官的职位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看似乎重要 实则关乎着这场仗是否能赢 高峰二人无论德云社经历了多少的风波 无论环境如何的颠簸动荡 这二人尤其是高峰 安安静静的最新于传统相声 捧着相声的火苗 替郭德纲解后顾之忧 乃是德云一大姓氏 高峰这对你爱吗 我们下期见